最近又到了大学生找工作的一个高峰期了 据教育部的数据统计 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人数达到了727万 相比号称史上最难就业季的去年699万的毕业生 又增长了28万人次 再创历史新高 被冠以更难就业季 而在这700多万的毕业生之外 还会有30多万的留学海归们每年回国就业创业 那海归们的工作会不会好找呢 我们先请徐清通过大评 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段视频 好的 锦衣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来看一个片段 是天津卫视一档求职栏目 非你莫属的片段 他不愿意招聘很多 就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 一般这些出国的人呢 家里条件都比较好 所以从小到大呢 要遵处优惯了 你是不是家里父母特别溺爱 给我们的表现你真的都很低幼 现在都不能问专业 在英国的时候 你除了上课还看什么媒体 你看什么当地的媒体 我平时只要旅游了 旅游了 我觉得他没吃过什么苦 你这一年学到东西了吗 还是就到那混了一年拿了个文凭 一般海归现在回北京出入职的 这个工作就是3000元左右 看完之后啊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呢 海归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海归了 那么现实生活当中 海归们找工作是不是真的那么难呢 上周日呢 在英国伦敦举办了一场浙江省高层次人才洽谈会当中 也许呢可以帮你找到答案 我们来看看英国特派记者朱之路 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在英国上学的中国留学生海归们 他们在用人单位的眼里 真的是视频当中所描述的模样吗 我现在是在英国伦敦 这里即将举办一场浙江省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 让我们通过这次洽谈会 来一探留学生们找工作求职的真实现状 这次高层人才洽谈会来了近100家浙江企业 吸引了500多名求职者 多数岗位要求应聘者具有多年海外工作经验 或是手上有成熟的项目资源 而求职者中大多来自英国各个高校即将毕业的留学生 洽谈会堪提一场大学生招聘会 在这边嘛 国内行情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想回国前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了解 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在这边 然后又遇到很多以前的同学啊朋友 这样就大家在这边相遇了 洽谈会上 杭州企业占到了总数的近一半 萧山区江甘区等留学人员 创业园区也设置了展位 列出了需求项目和鼓励政策 来自杭州的留学生小王 去英国读了五年书 本科读的是金融专业 他这次来并不是求职的 据统计目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有近13万人 英国政府目前对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不设上限 所以最近几年留学人数不断增加 海归和国内毕业生相比 求职上已经没有明显优势 近年来英国本地毕业生找工作都越来越难 英国政府也鼓励中国学生回国就业创业 教育是英国最大的输出业务之一 中国包括浙江省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市场之一 我们很开心这么多中国学生来到英国读书 我们鼓励更多的人来 他们应该留在这里创业 但浙江的机会也很多 我们鼓励他们回浙江 创业赚钱 然后再回到英国投资 然后再回到英国投资